不公平 或者更多的人为主观 那至于学习辅导里面 我想部里面 我觉得那个 那个学习能力跟应用能力 这个强化补救这是要 可是现在我要加上一个 也就是本习在博士论文做研究的时候 我的主题就是从文化资本理论的角度 去看影响学生 学习成就表现的关键因素 那个研究发现里头 其实影响学生学习成就优劣 最重要的 第一个他的文化资本 他本来即便他是弱势生 他也有他自己的优势的文化资本 这个一定要保留 可是同时要透过刺激 学习让他新增一些新的文化资本 这是属于社经地位较高的人 才拥有的独特文化资本 这就是他缺乏的 因为他缺乏 所以他没有办法用同样的语汇 在这个社经高阶的社群里头流动 我觉得这件事 另外一个真正影响的关键因素是 他的社会资本 我们要扩大他的社会资本 我们要利用系统跟制度来扩大 这个是包含什么呢 人际网络 也就是一个弱势生他进到学校里 他能够学习成就很好 是因为他知道资源在哪里 就所以说那个资源的管道要知道 还有他的指导教授 辅导教师跟他的同侪 必须是一个支持的学习系统 而这件事情我们在现在的 这个教育改革里面 我们虽然学生辅导法是通过了 但是我们的学生辅导法 重心都不是在做文化资本 跟社会资本的强化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就是人际网络 包含辅导员教师同侪 还有资讯管道的畅通 他要知道任何的资源 是从哪里可以得到 然后他要得到资源的时候 要没有障碍 其实这件事情才是真的 弱势生可以改变他学习成就的一个地方 那部长你都有听进来 是我都听到了 是您的意见我都非常佩服 那我现在就是要请教育部反省 在2012年12月底 本席有针对这个弱势生的问题 我提出我们要有台湾版的公费留学 这个留是两个留字 不但要像留学 而且他要流动 所以那个时候是说 我们要拨用大概100个名额左右 我们折优给他每个月生活费 让他不要打工 然后他这个毕业之后 他用他的专长回馈社会 这件事情当下部长是同意的 而且那时候有答应 在第二年的8月就要施行 可是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 我没看到 而我看到教育部有更多的精英 精英学习计划 而且这个精英学习计划 每个人每个月还可以拿到3万5 比我讲的22K都还要多 我们这个精英都可以做 为什么弱势生的这个公费留学 都没有办法提供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个部长一个月我那时候也没有奢求 我说就用22K 你如果教育部募款还做得更多的话 你可以两万五三万 让他不要打工 然后再加上你现在 每个大学里面的学习辅导 学友学办计划 共同来做的话 其实一年要是100个学生 他们毕业之后 回馈回来的这个辅助的力量更大 那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事 这个现在我看到你 所有的精英留学什么 就没有是为那个弱势生打造 这件事情部长 你要不要回应一下 那个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的那个起飞计划 其实就是这个精神 他就是有一个特殊的管道 让相对弱势的学生 用比较低的成绩可以进到这个学校 然后我们有补助这个学校一些经费 其实就是希望他能够增加他们的奖学金 那经费多少 我们总共补助了 每个月多少 我们总共补助了学校一亿多嘛 不是我是说他用什么方式补助 他有没有让他每个月有生活费 各个学校的做法当然不完全一样 不过像那个金华 他们其实 那个贺城校长昨天才说 他们总共募了两千万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相信 那个各个学校也会去募款 来配合教育部的补助款 给这些学生更大的支持 我们也会度出这件事情 我希望要启动 现在有几个大学可以做典范 开始带作为带头的领头羊 但是我们要鼓励更多的学校 尤其像私立大学也应该要鼓励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弱励生 往往他如果要到大都会来 他学习适应是有困难的 还有现实面就是他可能要在家里 就近照顾家庭 他要扮演很多的角色 所以我那时候在103年3月24也提了案子 就是各县市的公立大学 一定要提出一定比例 给在地生跟在地的弱势学生 让他就近入学 这个主要是进一步去 落实大学繁星推荐入学的 那个区域整合以及弱势拔忧的目标 那这个名额比例呢 今天我们今天招委安排这个议题 我希望你回去不是只是入学结构 我希望真的是每个县市都有公立大学 在就近入学 他不但入学 他还可以就近照顾他的家庭 其实我们都可以了解这些孩子 你只要一点点的关心跟系统介入 他就可以翻身 而且他自己翻身 他还可以照顾他的家人 那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功德 那今天我还有一些大学入学制度来不及 改天再请教 我是认为今天其实教文委员会的委员们 其实都对教育部期许很深 谢谢有请部长 是委员长 部长好你刚从蓝宇回来对吗 是上礼拜我去 蓝宇的校长还有老师 应该提供你很多原住民学校的问题 跟意见对吧 是是 好 我觉得呢自从上一次 我一直追踪原教法里面的所谓失知的问题 是 那教育部给我的答案都是在县府 然后你们只是监督 然后似乎找不到一个方法 或者是一个对策 怎么样来对县市政府 我觉得今天我们好好讨论几个问题 部长你知道原住民有几所高中是原住民教育法所规定的重点学校吗 有几所 不知道 二十七所 二十七所 好 屏东 蓝宇高中 台东蓝宇高中 还有宜兰的南澳高中 这三所都是在三地乡 而且原住民学生比例都高达了九成以上 是 可是都是县力高中 是 本席这两个会期在教育委员会 不断地咨询原住民的重点学校 师资不足的问题 不管是师医师或者是国教育经常回应我 就是有碍于地方政府啊 我们会加强督促啊 可是部长你应该很清楚 原教法之所以没有办法落实最大的原因就是 地方政府裁员有限 加上选票的考量 导致部落的学校都是代课老师 所以针对重点高中的部分 本席在这边要要求部长 我们针对屏东蓝宇高中 台东蓝宇高中 以及宜兰南澳高中 这三所位在三地乡 而且学生比例都高达了百分之九成以上 都是县力高中 本席要求 请我们的教育部直接接管 改为国立高中 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这个部分我们愿意来研究了 好 谢谢 谢谢部长您今天的回应 那么至于怎么样的把它落实 我们再找个时间 我们一起再来讨论好吧 好 那现在我想请教一下部长 我们原教法通过了对吗 可是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没有办法去落实的 我举一个问题 各大学要设置原住民学生的资源中心 对吗 是 在原教法里面规定 部长您来自于政大的校长 对吗 是 您知道吗 你那政大有300多个原住民的孩子 可是政大一直都没有成立 所谓的资源中心 因为过去政大有一个原住民研究中心 那他们其实也承担了 这个原住民资源中心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这样子吗 因为我们原住民研究中心也是由学校来支持 也给了相当多的经费 那这些老师也非常积极在做事情 好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政大开一个先例 有了这个之后呢 他学生资源中心就不可以再成立了 当然我觉得也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也希望学校可以有同样 好不好 既然这是原教法规定的部长 你应该就要让我们所谓的唯一有指标性的政大 尤其您来自于政大 你就应该要求学校嘛 你如果光所谓的我们的指标的学校 不愿意做了 你还有什么理由 还有什么样的资格去要求其他的大专院校呢 好 这个部分我们请高教师尽快来跟学校协调 第一 第二 请高教师现在告诉我一个数据 现在各大学 还有哪些学校没有设置学生资源中心的 请你把这个数据告诉我 还是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我们会后告诉委员好不好 所以现在没有 对吗 现在手边没有 据我知道 你们就一个公文就给了这个大专院校 你们根本没有追踪 然后你们根本也没有要求这些学校 要去设置原住民的学生资源中心 那你们既没有惩处 又没有鼓励 请问一下各大专院校 他愿意配合原教法吗 好 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强来宣导 谢谢 我们最近才请 中规师才请各个学校的原住民中心 开过一次会 好 谢谢 那我们会更强化来让它落实了 好的 另外一个问题我要提的是 我们专门人才的培育 是 专门人才 原住民的人才最缺乏的是法律人才 土木人才 对不对 是 我相信那个部长您知道嘛 可是呢 我们现在十大系这个系的学校 有没有真的落实这个部分呢 应该也没有吧 这个部分我们来盘点一下好不好 盘点一下 什么时候给我资料 我们看看 我想我们在一个月之内 给你一个完整的数据 就目前原住民在这些重要科系 他们阅读的那个就读的情况 原教法通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部长 我觉得你应该都要针对这个部分 给你们的幕僚打屁股啊 现在居然都没有把这些数据给您啊 好 我会来尽快读到 部长 我觉得您挺辛苦的 尤其是针对原住民教育法的 我们这些您的幕僚们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对的耶 本席只有这两个会期 在教育委员会里面 我要什么部长不知道 我要什么资料部长不知道 原教法是在法律上规定的啊 好不好 我再问一个 我们十月实验教育三法 有出来了对不对 那针对原住民的所谓的 这个民族实验学校 你们怎么做法呢 原住民实验学校 因为原委会有在 端看地方政府要不要配合 对不对 目前我看到的是 有两个令人感动的 一个叫做达关国小 比利利校长 一个是屏东的 我们有一个 对 那个校长非常的用心 可是如果不是这两个 学校长用心的话 请问一下 各个地方政府他会承接吗 所以教育部我们 有了原教法 我们有了所谓的实验教育三法 你们对于原住民的实验的学校 根本没有帮助嘛 也没有支持 你既没有鼓励 我一直讲 你既没有惩署 也没有鼓励 然后地方县市政府 本来就是裁员有限 请问一下原住民的民族教育 会落实在实验三法里面吗 根本也不可能 是不是部长 我想那个 谢谢委员关心 我上礼拜在兰宇 他们也有提到这个议题 那我们目前有一个 实验教育的方案 我们会把那个 原住民的实验小学 把它纳入 纳进去 好不好 你如何协助 如何鼓励 如果县市政府 我们 我坦白说 我这段时间 我自从在了教育委员会里面 因为我不是来自教育界的 我对教育的问题 的确是门外汉 可是这两个会期 我走访部落 不管是跟国小的校长也好 国中的校长也好 高中的校长也好 尤其是高中的校长 绝大部分都不是原住民的校长 这些校长 他都看到了原住民的问题 是 了解 他们很愿意提供这样的资料 让我来到这边质询您 可是我突然发现 我们的原教法通过了之后 我们的教育部 对于原教法通过了这十几年来 你们对于原住民的教育政策 是完全没有追踪 你就放任了我们原教法在那边 然后在学校的校长老师 不断的开会讨论 可是你们根本没有不断的去落实 也没有去修赛 也没有去改正 部长 本席在这边 真的对于您的幕僚 我想请问一下 对于有关原教法的您的幕僚 各司请站出来让我们看看 有哪些在现场 我们主要的幕僚是 中规师跟国教师 好 中规师 国教师 高教师应该也有吧 我刚刚讲到的是来与高中 请站出来让我看看 还有师医师 对 请问一下你们待在这个部门多久了 请你们回答 十年以上的请举手 在教育部待都很久了啦 好 请问一下 你们接了所谓的 有关于原住民原教法的 这些要去执行的 落实的有十年的举举手 好 五年的举手 所以你们是看刚才开始是不是 所以你们业务没有交接是不是 部长 我想委员的关心 我们也非常关心 我可以承诺我们在一个月之内 把这个所有的事情做一次总整理 我非常的心痛 也非常的心寒啊 原教法通过了这么多 我们似乎都是在所谓的资源 就是我们的金额到底有没有补足到1.9% 对不对 可是我们在所谓的政策推行上 以及教育人才的培育上面 你们根本都没有落实原教法 这让我非常的痛心 虽然本习一直要求你们 教育部跟原民会 你们有一个平台 可是我去问过了原民会 这个平台是成立了 可是这个平台呢 开完会了以后 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根本没有追踪问题 根本没有落实问题 部长 问题在这里呀 您知道吗 您后面的这些人 交接了不管 是不是从今而后 可以真正的落实这个平台 我们来解决所谓的原教法里面 赋予原教育部 还有原民会 应该要去解决落实的问题 可不可以 我想我那个部内的跨师处的整合 我会尽力了 然后跟原民会的那个沟通的平台 我请问一下 你们跨师处跟原民会讨论 是不是也是跨师处讨论呢 还是你们的整体 一起去跟原民会讨论 我们每一年有两次的正式的会议了 你知道吗 部长 你们文化部差太久了 你们落差太大了 这个平台 我在交通观光局建立的平台 我在交通部建立的平台 我在农委会建立的平台 我在文化部建立的平台 唯独教育部是最差的一个平台 你们跟原民会这个平台里面 你刚刚说两次会 你知道文化部开了几次会吗 十九次的会 你们教育部根本没有 而且呢 教育部里面是民定规范 我们有原住民教育法的 在这里本席要要求一下 我们的招委 以后我看到这个预算的时候 或者政策的时候 既然有了原住民教育法 不要放在这里头稀释掉 本席要求 对于原住民的科目 还有你们的政策 专门列一本 你们如何去落实原教法 我要一一的来追踪 可不可以 请问赵伟 我做这样要求可以吗 我想这个 既然有原住民教育法 教育部应该把原住民相关预算 这个表明清楚 至于是不是一本或科目 是不是有一个空间 我希望 至少要相关的科目 有相关的科目 你就通通拉出来在里面 因为要一本 可能因为本是根据单位的 好没关系 所以就是说 有根据 对可以 然后我为什么会提这个 你知道吗 赵伟 因为今天我们有规定 教育部要对于原住民的预算 达到1.9% 他们把所谓的校舍的修缮 灌水在里头啊 灌了两亿啊 结果真正要用在原住民教育里面的是没有啊 不到1.9%啊 赵伟请问一下 这个教育部是不是要透出来 好 这个在修改预算书编列方式之前 请教育部是不是应该现在马上就 105年度相关把原住民相关预算先挑出来 目前 做一个会整表 对 目前依照原教法的规定 给我们原住民相关委员 对 目前依照原教法的是 民族教育是由原民会编列 每年编组了12亿 可是教育部每一次都在这边给我们偷灌水 所以本席在这边要求 以后的预算那么大一本 我们每尤其是原住民立委很可怜啊 我们每一本都要看啊 我们要看交通 要看农委会 什么都要看 实在是很辛苦啊 所以既然有了教育法 麻烦你把 把关于原住民的教育的预算 还有你们政策去执行的 麻烦编列另外一份 那个给我好不好 我想我们另外一份清单给那个委员 我想这样委员就可以了解说 预算编在哪些 可以吗 我在这边具体的再说一下 关于原教法规定的部分 部长 我希望这个平台 你们这个各司处 不要各自的讨论开会 原住民不就是54万的人口吗 我们的孩子大概十几万吗 为什么一直做不好呢 政策执行下去 你不要只告诉我说是因为现实的政府 难道教育部没有责任吗 教育部开宗民意 你们在说你们机关主要的职长是什么呢 对地方教育事务的事法监督啊 教育制度的规划设计啊 还有我希望你们改改变一下 你们第八项 依宪法规定对教育事业教育工作者 少数民族 请问一下 台湾还有少数民族吗 部长你可能都没有看到这个字吧 这应该叫做原住民族吧 还有弱势群体的教育事项吧 你改正一下好不好 好 你看到了没有 教育部 你们所有的官员看到了没有 在105的你们的预算书上面的机关 主要的职长的第八项 职长是在组织法里面定的 你看到一下看一下 有少数民族吗 部长 台湾还有少数民族吗 不可以写这个字啊 请你们改善一下 你看你们真的实在也该打屁股啊 部长 谢谢 好 这个主席正在提醒 这个教育部请立即将原住民相关预算 这个盘点 清列 这个清单之后提供给教育文化委员会 因为这个职讯委员有特别 请赵委这边做财事 我想要再确认 部长是不是可以赶快立即盘点 把相关原住民预算先整理出清单 因为我们其实预算都处理完了 这个应该要立即提出来 好 我们接下来请许天才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请教部长 是 徐委员长 好 我个人最强烈的一个看法 就是台湾原住民 如果地位没办法在国内提高 台湾原住民在世界原住民的人口上 地位如果没办法提高 台湾就不是一个进步的国家 所以关心原住民的权益 关心原住民他们的文化保存 他们的发展 相关的发展 是全国2300万人共同的责任 不是原住民自己的责任而已 这个你认同吗 是 原住民的问题我们非常关心 那在教育的这个区块里面 包括原住民的语言如何保存 是 如何找回来 是 原住民的这个古文字 如何作为学术重要研究的一环 我们的原住民有文字你知道吧 没有人相信吧 科朵文 对不对 图腾 是中国金文字 象形文字 还有甲骨文的先驱 所以台湾历史 在上古 在上古世纪的地位 也是我们学术研究 不管是这个人类学 地球科学 或是相关的领域的这个历史文化的研究 要在台湾自己建立自己的世界地位 这个是教育发展 我们教育部很重要的一番 不是消极的时候要让他们过得好一点日子而已 如果自己的地位 自己的特色 自己的文化传承 没办法确立主体性 然后自己的群体的成员 日子好过的话 就是被同化 被同化 可怕的问题就来了 台湾 吉利来说 台湾跟中国是一样 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台湾 透过经济交流 要让台湾的经济 因此而好一点 那台湾的自己的特色 台湾自己的主体性 因此相对的 这个上市的话 付出的代价 是不堪 这个不可计量 这个也是这样 说严重一点 常识下去 叫什么 亡国媚种 这很严肃 台湾以个人来讲 很多人已经可以 在世界自由的活动 在世界有自己的生存的空间 发展的领域 所以台湾很多个人 他是不需要国家去照顾的 但是这个国家 是需要所有 两千三百万的人 共同来照顾 这个国家才会继续存在 才会 这个 永续发展 这是目前最基本的问题 你教育再差 总有资优胜 你教育再差 台湾的教育再落伍 都有李远泽 这个诺贝尔得奖 所以 个人的 这个发展 个人自己负责 很多是自己不用政府去操心 反而他认为政府对它是障碍 是限制 但是国家群体 就是我们政府要负责的 我的这个看法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这个区块 个人主义兴起 我们集体主义 因为被威权滥用以后 现在国群体的这个主义 命运共同体 每个个体需要负责的 这个整体的责任 跟参与 越来越疏离 越来越淡化 所以 这个 以前是希望 以经济来讲 以前是希望 怎么样 偿富移民 那现在是富可 富可敌国以外 是富 超过国 有钱人 他一个人就 他一个人的财产就超过 就超过我们一个县市 政府的所有预算 跟资产 一个人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危机 那教育就是长期的投资 我们对教育已经疏忽太久了 不要说我们有重视教育 我们是有重视教育的经费 大家争 那个盈头小利 多一趴 多两趴 但是我们的教育方向 是迷航 我们教育的 这个立国 所需要的精神 价值所在 是迷失的 这个也是很清楚 这是很清楚 这是很清楚 所以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记在 既往什么 M型社会里面 我刚才为什么要提到 有些个人他照顾自己 这个事 这个行有余力 还可以去帮助其他国家 但是有些人在国内 连生存的立足之地都没有 这所谓的弱势的这个区块 弱势的这个族群 那学生也是一样 学生也是一样 所以教育部这边 你们在做大专宴校的考核 这个大专宴校提供给学生的奖助 学金的比例 有没有列入考核的分数项目 有没有 那你给学生什么 这就要列入分数 有些学校浅存很多 谁在用 要用在学生身上 要用在教学工作上 要用在老师的大与福利 还有培养上面 老师不是来这边卖本钱 他还要成长 所以师资的培养 学校对师资的培养 也应该列入考核 待遇 待遇当然要列入考核 如果私立学校 待遇比公立学校好的 这个要奖励 奖励不是储啊 他说你钱很多了 我不给你 你真的不会用在董事会的 看不到的地方 而是用在老师跟学生身上 那你多给他钱 是可以促进良性竞争啊 不是吗 这个要列入考核 所以要改革的地方太多了 只要你那个位置一坐下去 好好思考一下 该改革的很快行动 不用增加预算 也不会增加工作 稍微改变心态 调整价值观念 然后采取行动 就会大幅改进啊 不是吗 再来 学生 要这个学校 跟学校竞争中间 要培养学生出国流血 我们不是最进步的国家 所以我们绝对 要到国外去起经啊 如果学校培养 学生出去流血回来 他对学校绝对是有感情的 透过对学校的感情 他间接对这个国家就有感情啊 所以 这个学校鼓励 辅导 补助 奖助 他的学生出国流血 的绩效 也要列入考核 我们现在出国流血的太少了 中国那么不平均 那么轰臂 现在都有30万人在美国流血 我们台湾有多少 现在2万是吗 我看报导 现在2万是吗 最近这次的 2万嘛 2万 那这个私费都多少 自己想办法的 搞不好 搞不好超过 超过1万5 1万6 超过90% 超过90%都自费啊 那超过90%自费表示什么 表示穷人都没办法 穷学生都没办法出国流血啦 对不对 那穷学生有很多 很多这个知优的 再来有钱人出国流血 他可能是混血位 不是全部啦 他可能性比较高 他回来接班 喔 回来 喔 这个少东啊 喔 你看学历 喔 什么大学 非常好 大家回来做什么 接班 继承 对创新 对提升 贡献 有限 所以这方面 不努力吗 所以随便点喔 教育部要改革的 不用增加议算 不用增加人员 只要调整工作态度方向 好 馬上都可以立竿见影 认同吗 我们持续都在虚心检讨改进 好 就这样子啊 好 这 如果我来办学校 我就会往这个理想去走 你知道我文化大学的才有是我改革的 我牺牲自己的生命啊 一不小心 票计犯 上升啊 我就 前途就完蛋 那时候才二十几岁啊 把学校才有改过来 台湾的教育要改革 台湾的财政要改革 没有那么困难 谁敢牺牲 先算自己 你身体够得住吗 先算我这些有厉害吗 那你还做什么事啊 到底就这样 好 自私吗 不自私吗 你们用过的政务官 来 公布一下 我助理 来 谁而又择事 事而又呢 哲学 官大 以后就学文更大 去占人家的教授的切 薪水搞不好特高 搞不好是什么特约的 什么讲座 有那个资格吗 检讨这个类录记录就好了 我不一一点名啊 自己检讨一下 如果对国家社会 已经没有那个进步 价值的贡献 不要去在那个位置 退休就退休 好 就这样子 我把名单啊 那有出路啊 但是 从国外拿到双博士的 要回来教书 几步进去啊 真的 三十几岁 不分男女 在外国拼到 副教授 助理副教授 他真的说啊 要回来 因为他父母亲年纪大了 在外国赚得好 生活得好 但他希望回来 找个教職工作 找不到 学校进不去 但是我们的官联这样 流窜 來来去去 因爲什么 他就可以当门神啊 我在讲这个很痛心啊 所以台湾的教育要改革 是要从良心上去改革 好 势如破竹 然后 立竿先迎 大家参考参考 要不要一起救台湾 谢谢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请江启臣 江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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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鄭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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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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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黃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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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李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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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顏寬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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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邱文彦 邱文彦 委员不在 林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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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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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周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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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潘維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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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我們現在請何欣淳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大家好 我們請部長 市委委員好 部長好 其實剛剛很多委員都在關心 是不是我們教育部退休的高官 高級官員 轉任大專院校的校長 我覺得 是不是肥貓自有社會公平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 這個學校到底能不能做得好 尤其呢 學校做得好不好 教育部應該要知道 雖然我們現在有評鑑 但是呢 我們教育部是把這個評鑑 是為外 那講到這個我就在想 不知道 剛剛 我們的 曾委員有提到 當我們在關心 整個高教體系裡面的 所有的弱勢生在 不管是入學也好 或者是在校的 輔助支持系統也好 我就在想 這些所謂從教育部 轉任大學校長的這些高官 既然有過去教育部的經歷 他教育部的經歷 只是在幫忙 學校在爭取這個所謂的頂大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經費的優勢也好 除了這個之外 他到底能不能幫他 在他所任校長的大學院校裡面 幫忙這些弱勢學生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今天兩個 議題必須要真正去關心的議題 那如果切進來了之後 我又想到 這委員剛剛講的 我們教育部連 這個所謂的弱勢生 在各個大專院校的一個 統計資料 我們都還很籠統 我也一直要 教育部沒有辦法給我 我要什麼資料你知道嗎 你剛剛講的 我們弱勢生的一個 規範裡面 我們有拿幾類拿幾類 但是你們是統整起來來算數 我在每個大專院校的一個比例 你並沒有針對 中低收入戶的學生 在哪些大專院校的一個入學比例 低收入戶又有多少比例 身上學生又有多少比例 特殊家庭的學生 又有多少比例 你並沒有細項的一個 個別化的一個統計資料 我今天要的不是他們的個人隱私 我今天要的是 教育部要針對 各個各個所謂的弱勢 你們所謂的弱勢學生裡面 不同列別 在各大專院校裡面的一個 入學的一個資料 Data Base 我們教育部拿不出來耶 部長你知道嗎 我們教育部拿不出來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些學生 他們需要經過主動申請 我們才知道他的情況 因為有的學生 其實都不願意 讓別人知道他的特殊情況 部長 這個不是學生主觀上 願不願意的問題啊 我現在問的是 教育部難道沒有辦法 跟衛福部整合嗎 衛福部有那麼多的一個社會 不管是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所有的一個統計資料 而你們有平面的交流 或者是聯繫 或者是比對 我跟你講 部長 我們為什麼要你們去統計這些資料 因為你必須要清楚的掌握 這些不同情況的 弱勢學生 在各大專院校的一個比例的問題 他們在學校的一個困境 或者是必須面對 我們教育部怎麼協助他們 怎麼幫他們解決問題 而你有統計資料 你有Data Base 針對不同的問題 不同類別的弱勢學生 你才有制定 符合他們需求 幫助他們的一個政策工具嗎 不是嗎 當你連 Data Base 做得人